这是日本最变态的人体实验 为了优化基因 每一个新宝宝降临 都会被复刻出一毛一样的新宝宝 等孩子过七岁生日那天 他们就会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优秀的那个给父母继续抚养 相对差一点的 就被强制收回集中处理 大灯马上就齐碎了 在班里可以说是德智体美样样倒数第一 但他却发现他班的小帅 昨天还是个碎刀尿裤的小子呢 今儿咋就这么猛呢 大灯尿圈问他 哎 你这两天辞奥特曼了 咋比以前厉害那么多呢 小帅神神秘密的告诉大灯 因为我刚过完七岁生日 当你过七岁生日 你也就跟我一样厉害了 不你咋的 你七岁你了不起啊 此时班里的小班花 尿签的告诉大灯 我跟你说个事啊 19路公交车的终点 有一个大围墙 围墙里面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还没等说完 老师无无玄玄的就来了 并且警告笑话 你没事别瞎说话啊 笑话吓跑了 放学后的大灯很好奇 真就坐公交车去了那个地方 刚下车 就看见母亲带着 跟自己长得一毛一样的小孩溜达 回家大灯就来气了 不是你们背着我是不是外面有狗了 父母赶紧安慰他 孩子啊 你这是上学脑袋累坏了 你赶紧休息吧 可万万没想到 晚上爸爸就偷摸在大灯嘴里 起了点唾液 交给了一个研究机构 第二天大灯把这事告诉了笑话 笑话说 你是不是快过其次生日了 对啊 我明天就是 那你可有点悬了 这时那老师又来了 我跟你说多少回 别想说话 去操场跑去儿去 笑话害怕 一溜儿跑了 放学后大灯又去了那个地方 这次他居然看见一个男孩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就叫他小灯吧 他俩交谈之后 发现他俩不光长得一样 年龄名字啥的都一样 小灯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他说他在七岁生日那天 父母来接他 还挺期待的啊 等大灯生日那天 父母带着大灯坐过山吃 大灯哪有心情啊 死去别人也问他妈 妈 七岁生日到底会发生啥呀 妈妈哭吃一撇子 差点没把这大灯嘴巴伞翻了 别奔着了 就在这时 大灯看见过山车下面 跟他一模一样的那个小孩 就在看着他 审判要来了 两个孩子通过智商 体能情商在内的 18个领域的测试之后 最终数据显示 克隆的小孩更为优秀 得到这个结果 妈妈先是说 那啥 你俩都是我的好大儿 但是妈只能要一个呀 然后就无情警告大灯 咱俩不是母子了啊 然后便准头对克隆小孩 喜笑扬开 大灯伤心坏了 爸爸爸爸 你不要我了吗 七年 你知道我这七年 是怎么过的吗 没想到爸爸一把推开孩子 别了三次 我不是你爹了啊 然后大灯就被无情的 扔进了回收车 等待着销毁 没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因为爸爸妈妈 当初也是被这么筛选出来的 嘿 醒醒醒醒 大灯醒了 哎妈呀 吓死宝宝了 幸好这是做梦啊 可大灯一下车 What the fuck 这怎么跟梦里的情景一模一样啊 等会儿 这车 怎么也跟梦里的一模一样啊 谢谢大家